我們剛剛就在 Capstone 駕駛大約 10 分鐘不到 就已經來到 Lansdown 我們可以在下車看之前 比較一下兩個地區 純粹是一個分享 Carry 的分享或Carry 的感受 我覺得在 Capstone 的地區 有了 Skytrain 站後會是最方便的 原因就是它真的下樓 說對面馬路 立即那些 Mall 已經可以解決了衣食住行 Canadian Tire 買到一些工具 電器 然後你這麼多店鋪可以吃東西 亦有很多剪頭髮 整支架 亂七八丈 甚麼都有 又有 Skytrain 也很方便 那裡 Area 唯一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大家要認真考慮的就是飛機聲 因為它相對來說是整個 Richmond 西北角 與機場是最接近的 所以大家下機可以很快 第一站已經可以到那裡了 不過也是因為這樣 它在航道下面的聲量是比較明顯的 當我們由 Capstone 我們外面這條就是 No.3 Roll 上面這條已經是 Skytrain 所以它一路向後 向北 就是可以到 Capstone 經過 Arbreden 去 Capstone 的站 向南 去 Richmond Center 來到這邊已經是再南多一點 飛機聲音是還有的 但會比 Capstone 更好 來到這個 Area 為甚麼我會覺得 Capstone 會再密集式方便呢 因為你兩隻腳走的距離很少 直接下街 對面就是了 但如果大家來到 Lancetown 和大家分享的樓盤更新 就會是 Lux 的項目 最接近我這個位置就是商業建築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當初跟大家分享 Lux 的影片 它總共會有四座樓 這四座樓裡有一座是 commercial 就是這樣橫向著我們 然後另外有三個是 residential building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那個分別是這樣一洞 然後在 commercial building 後面 相對來說整件事會比較靜 它的方便程度針對 SkyTrain 而言就最方便了 因為你直接在這裏 Cross Over No.3 Road 就已經可以搭 SkyTrain了 如果大家說要吃東西買菜的話 都很便宜的 因為它正對面這裡已經是 Lancetown Mall 今時今日的 Lancetown Mall 就仍未有大型規劃 但是預計幾年內 都會開始有發展 會有更多的商場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看回 Lancetown Area 相對來說還不算是很 well developed 因為新的建築 或者將來2025年建好 Lux 就是這個 corner 現在大家看過去 其實 existing building 相對來說 都有些年份的 唯一最新的那一棟 大家如果考慮立刻想可以入住的 就是這個 580 No.3 Road 這一座是最新有冷氣的 都是下樓走幾步就已經去到 SkyTrain Lancetown Mall 裡面有甚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Best Buy 前面綠色的框就是大統華 Lancetown Mall 很大的 又是一樣 溫哥華 加拿大這邊的 Mall 通常都不是向垂直發展 是平面延伸的 是比較適合大家駕車的 跟剛才的 Mall很不同 剛才城市廣場的範圍比較小 車位比較小 然後是店舖包著車位 我們來到Lancetown 如果大家不開車的話 在 Mall 裡面都可以的 如果再要遠一點 譬如說想吃東西 除了吃Lancetown Mall 就要到Alexandria吃街 走得遠一點 10分鐘左右 這個是 Best Buy Best Buy 需要進去看看嗎 去看看吧 好 我們很快和大家看看Best Buy Best Buy 其實是等於香港的風宅 類似 八老匯 不過這和香港的風宅八老匯有些不一樣 因為我印象中 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 幾年沒有回香港了 香港去到風宅八老匯 通常都被人圍的 一個檢查很多銷售 然後就跟你介紹這些那樣 但這邊是要自己去圍銷售 就是要找那些人 有些時候我們想買一件東西 想問一件東西 到處找都找不到人幫忙 要搞很久 所以反而最方便是上網訂購 這個是很不同的 culture 不知道香港現在有沒有變得了 但一走過來 Best Buy 基本上都會看到 是不同種類的電器 由大電的電視類別 或者是家電類別 例如洗衣機、乾衣機、廚房類在那裏 也都有細型的 例如錶等等 我們可以進來Best Buy 都可以經過Best Buy 另一個門口出回到那裏 不用多手 好煩呀 不要經常管理我 你是否就是幫我買一部這部 不是啦 走吧 不是這些 好 那我們走吧 老公說買一部5000元的解飛機 這裏開始有很多雪櫃等等 我們已經進入了Land Sound Mall 進入到這裏的話 我們其實這裏有個空間可以看看 現在目測都是那些配套 眼鏡店 有旅行公司、旅行社 然後是TELUS TELUS是上網服務 手機、電話服務 這裏有WINNERS、HOME SENSE 可以跟大家看看 這間是賣甚麼的呢 這間是我很喜歡去的 機仔是很不喜歡來這間店的 他覺得這裏全部都是廢的 我很喜歡來這裏走 例如買洗衣櫃 然後那些很漂亮的擺設 你買很多回去都是丟臉的 不是呀 金面圖很可愛呀 兔鏈啊 好像一個這樣的東西 小擺設 加至14.9元 不知道淘寶買是不是都是20元 10元 淘寶買是20元 但這裏的東西真是貴 金香挺漂亮的 這邊WINNERS 它通常都是分幾個Session 擺設類 然後是畫類 有很多賣畫的 例如我們這裏看看 有不同的畫作類 地毯 中間是碗碟碟碟 然後有些洗手間 還有床上用品 例如那些皮 那些叫棉胎 有些小型的 棉胎 這個毛 我對這些毛 這個毛很短 然後去到這邊就是那些 浴室 浴室 也有那些 你蓋那些羽絨皮 那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圖 應該是大家回來 收拾單的時候 你最需要添置家具 無論你是房子 還是你剛剛買了一間屋 那你怎樣都要買枕頭 床單 皮套 然後家裡擺設 還有一些小小的 家裡的廚房用品 例如它有些細小的細小 例如我這些 我去買一個 好 現在馬上要買了 買什麼 我打算刨些芝士給你吃 好 你好 你好 有拍攝嗎 對 你多不多來買東西 我多看你一些 在YouTube 謝謝你 我不想看你 我不想看你 好 好 好 那我們走了 我們分享了Winners 之後 我們繼續去看看Landstown Mall 裡面有些什麼 專賣一些梳果類 然後有些肉類 這個就是Landy Farm Market 其中一個 有點像我們街市的感覺 一個小型的超級市場 大家看到 有不同的出入口 對 這邊就是去那些傢俬店 Structible Structible 然後這裡有這個 百貨連鎖 不知什麼 這裡很少去 百貨店 類似日本城 類似日本城 也是買家的用品 然後這個 百老匯買相機 我先看看 T&T就向這邊走 小肥羊好像在這裡 被人拍照 為什麼被人拍照 為什麼被人拍照 這裡 我們 Happy New Year 其實Richmond 真是華人 聚集得很好 交關 有三個大統華 加一個Foodie 即是最大型的 還有算數之不盡的 細型超級市場 經過大統華這個商場 還可以去Food Court 這麼大的 對 很大的Lansdown 雖然我走得很累 這裡 它是很平面發展的 走一走一走 已經走到Food Court 我們剛剛有見識過 八百貨本Food Court Lansdown 這個Food Court 好像更旺長 是因為這裡附近有少食物 是 Caston那裡 周邊都是吃的 所以少一些人 不會再去休閒 即是八百貨本 那裡吃東西 Lansdown 附近 相對來說 比較少食物 所以大家可能聚集 在Food Court 五谷魚粉 有些咖喱雞 有些Bubble Waffle KFC 也有 大家都可以進來吃東西 又有玩具反斗城 金魚椅 有個酒樓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去吃過 我們記得剛剛 Landing 之後我們吃過幾次 然後 這裡就有一個 ICDC Driver License 大家過來 如果要換車牌 例如香港的車牌要換 考車牌 做路士不試 搞那些BCID 都可以過來這裡 最記住 別進去 這個有個小肥羊 差不多了 小肥羊的 正對後面走到商場的另一邊 就是另一間 打火鍋的店 我們現在去下一站 我們下一站 會去SkyChain的尾站 就是Richmond Center 我們看看Richmond Center 另外還有另一個 Park Residence的樓盤 更新 傻子 糟了